如果你的生活日复一日单调乏味 千万不要灰心丧气 因为这世上很多人都是如此 费德便过着这样的生活 费德呢是个四百多斤的大胖子 平时走几步路啊就喘得不行 他独自居住在一栋老旧的房子里 周围的居民几乎都搬走了 可以说是相当于国内的钉子户 因为身体肥胖而行动困难的费德 每天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 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 平时只有妹妹和妹夫会来看望他 这也是费德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唯一的期盼 但妹妹并不待见费德 每次去看望费德都只当成一项任务 而且会催促丈夫赶紧离开 妹夫却相反 他对费德很有好感 每次都会为费德带来自己拍摄的旅行照片 看起来呀 他倒是更像费德有血缘的亲人 在妹夫的影响下 费德对摄影开始有了浓厚的兴趣 他决定为自己冲洗一组以前拍摄的老照片 许久未出门的费德仔细打扮了一番 翻出了压箱底的西装 但衣服呢早已不合身 费德只好放弃了西装 他处着拐杖 下定决心 开始向冲洗店前进 可几百米的距离对费德来说实在遥远 他走得气喘吁吁 满头大汗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后 终于来到了冲洗店 看到了店主的儿子保罗 保罗呀是一个酷矮漫画的非主流少年 一看他那老旧的胶片顿时来了兴致 说会想尽办法帮他冲洗照片 而且还好心的给他打了折 等待一个多小时后 费德等来了属于自己的照片 看着这些照片呢 费德激动的想买一台相机 然而店里货架上的这些新型相机 他根本买不起 他窘迫的询问 还有没有更便宜的 保罗看出他的窘状 拿出二手相机低价转让给他 拿着得来不易的相机 费德开始往回走 此时天色已暗 但费德的内心却充满希望 一回到家 他就迫不及待给相机充上电 爱不释手地把玩着 并拍下许多照片 这是他在孤独中找到的新乐趣 但二手相机很快就出了故障 他不得已打电话去店里咨询 接电话的依旧是保罗 但他假扮成店主戏弄了费德 最后还挂断了电话 失落的费德打算自己修理相机 却没想到保罗主动上门来帮他修理 费德请他吃饼干喝咖啡 在交谈中他得知 原来保罗也是一个性格孤僻 不善和人来往的人 在后来的日子里 两人越来越频繁地来往 保罗还将自己喜爱的漫画 分享给费德 记相机之后 费德又开始沉迷于漫画 两人也成为了 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费德会把自己最满意的照片 拿给保罗看 但他那水准 实在算不上叫做摄影 在妹夫的教导下 费德学会了拍照 妹夫也加入了费德和保罗的漫画大军 几个大叔沉迷于死亡笔记 还同性大发地列了一个死亡清单 三个人开始畅快地交谈 互相交流着各自的爱好和摄影心得 甚至还会在一起做手工 费德也从中找回了一些信息 这天他在一张海报上 看到旅行社的旅行促销广告 于是暗下决心 要来一场属于自己的旅行 并让妹夫将他拉到旅行社买票 一去到那儿才发现涨价了 妹夫也表示 要是让他妹妹知道了 保准会跟自己离婚 但费德还是坚持要预定下轴的票 结果售票员说 旅行团已经满园了 失望的费德只好回到家中 失去了旅行 费德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以前 他不甘心就这么放弃 于是悄悄离开家 打算独自去海边 但由于他体型过于庞大 没走多久就晕了过去 等他再醒来已经躺在了医院 原来一年前费德患上了心脏病 超负荷的运动压垮了他的心脏 医生警告费德 不能再这样进行大量运动 出燕回家的费德更加失去了生活的欲望 吃不下饭 连手工业也做不下去了 妹夫和保罗来看望他 他也提不起精神 终日闷闷不乐 郁郁寡欢 保罗和妹夫便唱歌安慰他 但这并没有安慰到费德空虚的心 失忆至极的费德在死亡笔记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他躺在床上懂待自己的死期 自己的人生或许就这样了吧 第二天保罗带着相片来找他 这些相片重新唤醒了他的欲望 保罗和妹夫决定亲自带他去海边帮他圆梦 但妹妹出来百般阻拦 他担心费德的身体扛不住 但在费德的说服下 他还是放了手 决定让费德去追寻自己想要的人生 几人坐在皮卡车上出发了 看着两旁飞快道士的风景 费德的心情从没有过得畅快 很快他们来到了目的地 两人搀扶着费德走到海边 保罗问 接下来做什么 费德回答 等待日出 几人就坐在海岸上一直等待 本片名为行走距离 是一部冷门的小众家片 很多时候封锁我们的并不是外界的事物 而是我们自己 只有打破心灵的枷锁 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